礼记 聘役 聘礼 上公七戒 侯 伯武戒 子 南三戒 所以名贵戒也 戒少儿传命 君子于其所尊府感至 敬之至也 三让儿后传命 三让儿后入庙门 三依而后至皆 三让儿后生 所以至尊让也 君使是盈于静 代父焦牢 君亲拜盈于大门之内 而妙寿 北面拜矿 拜君命之辱 所以至静也 敬让也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故诸侯相接以静让 则不相亲临 亲为尚宾 代父未成宾 侍为少宾 君亲礼宾 宾思面 私敌 至雍戏 还归章 会赠 享食焉 所以明兵克君臣之一也 故天子至诸侯 彼年小聘 三年大聘 相立以礼 使者聘而悟 主君福亲享食也 所以溃立之也 诸侯相立以礼 则外不相亲 内不相灵 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 兵不用 而诸侯自为正之巨也 以规章聘 众礼也 以聘而还规章 此轻财而众礼之一也 诸侯相立以轻财重礼 则民作让矣 主国待客 初入三机 细客于舍 五劳之巨沉于内 米三十车 和三十车 除心备合 皆沉于外 成秦日五双 群戒皆有细劳 依时在想 焉语十次无数 所以厚重礼也 古之用财者不能君如此 然而用财如此其后者 严禁之于礼也 禁之于礼 则内君臣不相邻 而外不相亲 故天子至之 而诸侯物焉耳 聘设之礼 至大礼也 至名而始行事 日积中而后礼成 非强有力者福能行也 故强有力者 将以行礼也 久轻 人可而不敢饮也 肉干 人积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眷 其装正齐 而不敢解剁 以成礼节 以正君臣 以亲父子 以何掌幼 此众人之所难 而君子行之 故为之有行 有行之未有益 有益之未勇敢 故所贵于勇敢者 贵其能以利益也 所贵于利益者 贵其有行也 所贵于有行者 贵其行礼也 故所贵于勇敢者 贵其敢行礼也 故勇敢强有力者 天下无势 则用之于礼益 天下有势 则用之于战胜 用之于战胜则无敌 用之于礼益则顺志 外无敌 内顺志 此之未胜得 故圣王之贵 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勇敢强有力 而不用之于礼益战胜 而用之于争斗 则未知乱人 刑发行于国 所诸者乱人也 如此则民顺志而国安也 子宫问于孔子曰 敢问君子贵于而见闻者何也 未欲之寡而闻之多于 孔子曰 非为闻之多顾见之也 欲之寡顾贵之也 夫妻者君子彼得于欲焉 温润而是 人也 枕密以利 之也 莲而不贵 亦也 垂之如对 离也 寇之其生清月已长 其中屈然 乐也 霞不掩鱼 鱼不掩霞 忠也 浮饮庞达 信也 气如白红 天也 精神渐于山川 地也 规章特达 得也 天下莫不贵者 道也 诗云 掩念君子 温其如玉 故君子贵之也